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9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未读报 我是Cherry 中共抗疫英雄钟南山等一众中共专家 打倒昨天的我突然改口称 新冠病毒不可怕 认为要顺应行事改变防控政策 其观点与中共当局松绑清零不谋而合 有评论批评这些所谓的中共权威专家 为政治变色龙 毫无原则 毫无科学 还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当局为挽救经济 突然改走自己一直批判的病毒共存路线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 如今枪杆子 笔杆子齐下 一方面秋后算账打压白纸革命示威者 一方面加强给中国民众洗脑 近年紧跟中共路线的中共疾控权威周南山 8日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开幕式上至此时称 感染Omicron并不可怕 因为99%感染者可在7-10天内完全恢复 他还辩称 现在不能用两年前的一些方法来看待Omicron 而要顺应当前形式改变防控政策 他还称 目前重点应放在防控重症 要重点进行自我保护 加强老年人及脆弱人群的免疫接种 无度有偶 同一天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兰娟接受媒体访问时也称 虽然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 但不是病人 大家无需恐慌 他还称 无症状感染后 大多数人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特异性免疫 这对于防止流行扩散有积极意义 对于中共的医学专家在当局宣布 放松疫情防控后纷纷露面 打自己的脸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吴色智12日分析 习近平迫于白纸革命而调整防疫政策 一众为政治服务的中共权威立刻改口 其言论并非基于科学 当权者对他们的意见也并不当真 吴色智形容 好像活在平衡时空 这些权威们过去的说法跟现在的落差之大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共特色的政府跟专家之关系 整体上对病毒的传播 以及防疫措施重点放在哪里 其实国际社会已经有许多国家早已经及时调整 所以这些中共权威其实很清楚 只是他们不能说或者是碍于政治上的考量 而必须要替中共来说话 至于打脸不打脸 某个程度上习近平根本不在乎前后不一的状况 自由亚洲的报道指出 尽管中共当局并没有彻底取消清零政策 不过习近平12月6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 没有再提清零 而是强调明年要稳增长 稳就业及稳物价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 中共前代子出了问题后 不得不回到过去一直反对的病毒共存模式 但中共过去一直鼓吹其抗疫成功 全赖清零政策 非了能够下台 如今只好刀把子笔杆子双管齐下 以合理划期统治 可以看到上书这些中共权威不得不纷纷改口 称病毒应该可以共存 就连官媒新华社的社论里都提到 病毒弱了 我们强了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指出 Omicron病毒已经存活了 流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于病毒减弱的现象 已经有许多科学研究 科学验证 中共难道是现在才发现吗 由此可见 中共清零政策没有调整之前 这些所谓中共权威或者一些学者 其实观察的不是科学防疫的这件事本身 他们观察的是中共最高层的风向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中共创始人陈都秀之女 陈子美逃离中国大陆的悲壮故事 与父亲陈都秀一样 陈子美的一生坎坷波折 令人惋惜 然而她不屈不挠 在近60岁时身绑汽油桶 投身大海 和两个儿子一起游泳10小时逃到香港 之后又润到加拿大 93岁在美国逝世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北京当局松绑清零措施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起彼伏的白纸革命 另一个原因是地方财政已经枯竭 就在中共高层喊出要稳住经济 并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之后 中共各省市也趁着防疫政策风向改变 以抢单北鸣争相组团出国 有分析指出经历过去数年的巨变 中共国对外商的吸引力以心非昔比 中共的如意算盘恐怕又要落空 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2月6日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议用风高浪急形容目前的国际环境 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分析指出 维稳是目前中共的首要任务 动态清零以后稳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习近平要搞共同富裕 资本家都跑掉 没有人敢来投资 一旦经济上出了问题 就没办法稳定 发展经济就是成为中共当局的当务之急 各省市先后组成经贸代表团出国抢订单 据官媒报道 12月4日浙江商务官员和企业代表组成的经贸代表团 启程到德国和法国展开 千团万起拓市场抢订单行动 这也是疫情三年来由浙江省级商务部门带队出国的第一团 苏州商务局计划包机到法国和德国 超过200名外资企业和招商人员同行 此外 四川广东和福建的地方政府也包机组成外贸团 同样以抢订单为目的 赵春山认为 庞大的地方债务对中共地方政府构成沉重压力 中央没有办法解决地方债 光靠中央的分配是远远不够的 地方只好各自为政往外跑 美国之音援引台湾龙华科技大学赖荣北教授的分析 中共各省市争相组团出国 并开松民意要抢单 反映地方官员内心的恐慌 地方政府的债务本来就很庞大 加上过去一段日子缺少收入 导致情况更为糟糕 大家积极出国代表了大家非常恐慌 担心经济的问题压不下去 风险越来越大 但是经历了过去数年的巨变 中共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已经今非昔比 大家都看到地方党政官员 每个都是政治凌驾于专业 说封城就封城 说没有电就没有电 当局的承诺招力膝盖 这些都是外资和外商最担心的 此外 美中经贸关系迈向脱高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美国财经网站CNBC4日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订单同比大减四成 导致货运商要停航或暂停服务来平衡供需 中国工厂也为此不得不减少人手 美国财政部9日宣布 对几名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同一天 美国还针对中国远洋 非法捕鱼引起的侵犯人权行为 对一些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公告中宣布 对北京在2016年至2021年间 任命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和自2018年以来 可能一直在西藏担任公安局局长的张洪波 在美国的资产给予冻结 原因是他们对囚犯实施酷刑 美财政部在通报中指责 吴英杰在西藏奉行的所谓稳定政策 演变成严重侵犯人权 包括法外处决 人身暴力 任意逮捕和大规模的拘留 美财政部还补充 吴英杰在任期间 其他侵权行为还有强制绝育 强制堕胎 限制政治和宗教自由 以及对囚犯实施酷刑 法新社报道指出 这些措施是在拜登和习近平 上个月在巴黎岛举行会晤后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做出的 立即继续中央社报道 12月9日 美国还针对中国远洋 非法捕鱼引起的侵犯人权行为 对一些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 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 路透社报道 美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对中国公民卓星荣和李振宇 以及这两人控制的10个实体 10家制裁 包括大连海洋渔业公司和平潭海洋实业公司 报道指出 美国将矛头指向平潭海洋公司 也是首次对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实施制裁 自11月 中共当局掀起A股严大风暴以来 至少有2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方 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 进入12月 当局整肃上市公司的势头未解 12月9日晚间 上海电器公告称 公司收到上海证监局出去的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 上海证监局已决定 对上海电器责令改正 并处以500万元罚款 对6名责任人处于20到140万元不等的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严重违纪违法上海电器时任董事长郑建华已于今年7月被双开 12月9日 上市公司出版传媒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长杨建军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辽宁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11月份已有23家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方 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 数量创年类新高 据统计 今年的9月和10月仅有5家和3家上市公司公告被查 而此前2022年上市公司被立案最多的月份是7月 数量为16家 而刚刚过去的11月 中国股市上共有23家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而当月的交易日仅22个 也就是说每个交易日都有一家上市公司被立案 不仅如此 进入12月 中共当局整肃上市公司的势头依然未减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